民間市場都會在新年度點燈 帶家裡的人及求平安健康 今年受到疫情的影響 市主不怕家裡全部的時間變多 所以也更加關心全部的健康 六港大眾公廟就出現有市主 帶家裡已經15歲9月點燈 及求全部健康平安 他們吃新的一年 六港大眾公廟來後不就信仲來點燈 各民眾拿出來19歲9月來點藥宿燈 及求身體健康 說他們今年有正式藥宿燈 我想說前兩三個月 默默看肝盞節食又開刀 就剛好有這個機會 我每年也都會來點光明燈 順便多點一盞藥宿燈 希望他能夠身體好一點 對啊 不然每天這樣抱著 他現在走都不太容易走 雷總公廟是有公明燈 180% 每1%300元 去年新增蓋藥宿燈 大約7000% 點燈計算有每1%1000元 到1500元冷獎 每一人都用藥宿燈 第一就是來祈求他的身體健康 福壽綿炎 我們今年比較特別的 也是說有人把他的稿子 他算說他的稿子 他就是養了15年了 他覺得說他的稿子 老稿子 想說來幫他點一盞藥宿燈 讓他這隻老稿身體健康的 可以跟他們一起繼續做家人 或者是我們的藥宿燈 也有人就是來點公司 讓公司永續經營 來替他們的員工 點一盞藥宿燈 員工如果健康 他們就能替公司增加 不來做他們的工作 可以更有 更有心理 更有 入境的狗 鳥都先為他鄉親出來 很重要的一份數 他們都親像是自己的兒子一樣 他們處很多鄉親 都會來替他挑目點燈 急救出來挑目在新的一年 透過身邊庇佑身體健康 處理平安 多中華新聞 林貴英 六港彩虹報道 謝謝大家